直到看见福宝回国第四天爱宝乐园还在更新福宝的日期 宋爷爷还带着福宝徽章 我才知道他们真的很爱福宝 1356天 体重也从199斤变成了永远的福福 爱宝乐园的樱花已经开了 但是却没有了福宝的身影 宋爷爷带了一只樱花给瑞宝徽宝看 脑海里却浮现的满满都是福宝的画面 就连走独木桩都心不在焉 在和徽宝互动时突然的发呆让人无比心疼 要不是徽宝咬宋爷爷 一阵疼痛感让他回过神来 怕是会一直沉浸在和福宝的回忆中 去年四月份爱宝乐园也是开满了樱花 将爷爷将樱花搬到了福宝的饭桌后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也是我们福宝第一次看到樱花 在樱花下的福宝格外的漂亮 与其说樱花是爷爷送给福宝的礼物 不如说樱花是福宝给爷爷留下的美好回忆 福宝捧的樱花变成了樱花少女 爷爷的彩虹屁也是一刻也没有停 可是福宝再也收不到爷爷爷送的樱花了 有人觉得宋爷爷的状态有点夸张了 但是如果你亲手养大过宠物 你就会真的理解为什么宋三岁会突然